园艺小国家爱妈Candy分享一个变种的长形辣椒 它的果实像羊角形 果肉很薄 而且有一点点的辣度 像夏天呢 吃这样子的辣味呢 是开胃又防中暑 在清明过后啊 温度啊 湿度啊 都上升 也就是这个羊角椒的繁殖旺盛期了 即使盆栽呢 种植呢 你可以看得到它开始开花集火密密麻麻 然后变得十分的拥挤 早期呢 我做了树枝树叶的动作呢 那今天才会看的 再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样子的成果 就是下半部呢 都是通风 然后很光亮的 然后这样子的影片呢 其实我之前也分享过啊 糯米椒的部分哦 其实也可以参考 那你看看这个我的种植呢 其实在下半部的部分呢 都已经输掉了哦 现在呢 我已经采收 算是 这一次是算是最后 应该是最后一次 或是还有剩一次哦 那这样子的种植呢 其实它必须要有日照 日照是足的 然后水分呢 不能太多哦 土是疏松的 可以让它很快速的排泄掉 不要积水哦 尤其在这样子 梅雨季节 这样今年又特别的长哦 所以呢 雨水是很充足的 水分是够充足的哦 所以羊角椒也可以长得不错哦 一根又一根 每一个这个 分岔出来的横向的枝条呢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羊角椒的果实哦 一个一个翠绿的颜色哦 非常适合这个夏天来吃一点辣哦 吃点辣可以抗氧化 抗发炎 然后加速新陈代谢哦 让身体排汗也可以很开胃 又防薯又厨丝 是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蔬菜呢 我们今天就准备来收 采收了哦 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羊角椒呢 我们采收下来呢 不管是简单的炒肉丝 或是炒牛肉丝 我还会把这个角椒拿来香肉 它不管热吃冷吃呢 都非常下饭 会忍不住让人多添一碗饭呢 等我做好了 一定和大家再分享哦